歌詞 Kremen 芊芊芊芊 剟詞 哈啰大家好 我是Evette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戈彈經理 西人很多人都喜歡 examine 亞洲區的地方就越來越多人懂東西和喜歡吃 做這個小甜點最重要就是要懂得教那個chocolate ganache 很多時候的人去到chocolate ganache都會收手 因為可能不是很容易調配 今天我就試一下用一個比較簡單 效果是很容易掌握的方法去做這個ganache 我們首先要準備有些巧克力 另外我會用Mascarbon cheese去做 另外那個調味就是Trouble 通常都會有些酒在這裡 我今次是用威士忌放進去 另外做個coating就會有那個cocoa powder 就是那個巧克力粉 還有那裡是開心果 開心果呢 你看到我有一些圓粒和碎在這裡 因為我早前已經切碎了 用刀切碎就切得到 或者用攪拌器攪拌也可以攪拌 那做個ganache呢 首先我們要先用一些巧克力 那這裡我就隔水 就是正在用巧克力 給它幾分鐘用得更好 好 這裡開始像樣了 好 這裡接近OK 還有輕微一點稍微稍微稍微 稍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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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停火去 用餘溫去溶解 等一些巧克力醬在旁邊 稍微冷凍一下 稍微冷凍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準備一下 Mascarbon cheese 做一下調味 做回匙巾威士忌 先給它 我會放一湯匙 好夠味的 接著就將它和Mascarbon 攪拌融合 在這個位置融合 但不要攪拌在巧克力裡融合 因為那個水分會令到巧克力起沙 在Mascarbon cheese裡 可以融合得很好 我聞到很香的威士忌味 好 這裡我們就把Mascarbon cheese 和巧克力醬 放在一起 放在一起 少少少少少 這樣就會很滑 分三次至四次 分三次至四次 然後再加 加了Mascarbon cheese 加了Mascarbon cheese 進去 巧克力會變黑 看到嗎 少少少少 這樣拌勻 這裏為什麼我會選擇Mascarbon 去做呢 因為其實Cream cheese也是可以的 但因為Cream cheese帶了一些鹹味 所以帶一些鹹味帶一些酸味 Mascarbon就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額外的味道 它是一個淡口的芝士 所以就用這個做 就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不是這樣做 正常 平時人家真的在煮Narch 的話 又有Cornstarch 又有雞蛋 很多人都會 看到這裏可能卻步 覺得太過繁複 現在就買Mascarbon cheese 就已經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而且還可以讓你加酒下去做 這樣 如果你家裏有橙酒那些 也是很好 或者甚至乎可以刨一些 橙皮那些 也是很好 好 然後你看到呢 它很silky 很滑 這樣 然後呢 我們可以把它封好 放一放雪櫃 讓它放三個小時 封起它 放雪櫃 這裡就是 冰了之後的狀態 讓大家看看 這樣就 刮一刮 很容易刮到 看到嗎 看到嗎 就是要這個質感 好了 那我們現在怎樣做呢 如果你們家裏有那些 即是刮西瓜蜜瓜那些 那些刮筋 即是刮筋 你可以用刮筋 我這裡就是用普通匙巾 這樣 我們就刮起一個份量出來 然後我就用手 沒什麼所謂 這樣就 盡快 每一粒 搓一個波 這樣 這樣就OK 這樣呢 然後呢 然後呢 大小就你自己喜歡 這樣 這樣 我就 大約手勢 做多粒 好 好 好 就這樣 拌勻 這裏呢 就是拌勻 就是拌勻出來的 份量 輕微有少少大 有少少小小 不要緊 因為呢 我們 如果是 拌勻 如果是朱古力粉的話 這裡的朱古力粉 這裡的朱古力粉 用一個 拌勻 如果是朱古力粉 你可以放一些大粒的 那些 去做 朱古力 但如果你是做小粒 的話 可以 用來做 黏那個 叫做 那些 就是 例如我這裡有些 開心果仁 這樣 我現在呢 先做黏 那些 大粒的 先把那些 朱古力粉 放在一個 一個 一個容器那裡 那個容器比較 圓底 和 闊身一點 以及最好 要藥回 那些心 免得彈出來 然後呢 就可以呢 拿起一粒 這樣 然後呢 就在裡面 有得它在滾動 很容易滾動 這樣就一粒 做妥作 這裏 五粒 放在這裡 做完 朱古力粉之後呢 就做 開心果 那 這裏呢 就有一個 已經切好的 開心果 我們就用一個 刀去裝它 軟軟的 都是 然後呢 就放一些 小粒一點 小粒一點 放 讓它們自己滾 哦 多容易滾 好美 呢 小小都做到 這些 這樣 就這樣 這樣 就這樣 好了 那這裏做妥了呢 就給大家看一下 囉 是很吸引的 你們自己都真的要試一下啦 又不是很難做 做來開派對也好 好呀 好呀 這裏一試給大家看 這粒呢 好呀 嘩 多粉嫩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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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看 嘗嘗 很棒 還有香味 一湯匙 就對了 看起來 很開心 心果 很棒 很好酒味 很好酒味 一定要嘗嘗